你要怎麼打證件呢 就是 網紅蔡亞嘎翻出部分 縣市選舉公報 檢視了幾位縣市長 跟藝人候選人證件 有些讓他好驚訝 他直接一個圖片上去 就是一個萬元鈔票 萬元鈔票 只有人證件欄指印萬元鈔票 你是忘記點 還有整個空白 甚至要讓海峽兩岸直接通車 他說以恰惑通譽 要有這個台海隧道通台中 還好 就是兩岸直接通中國 這樣子一個隧道直接通過來 台海嘎嘎說的就是他 台中市長候選人宋元通 他還曾在證件會上這樣說 我以前曾經主動 參與美國反恐戰爭 然後還一下子就主導了 他們整個反恐的戰略 甚至把賓拉登 吊虎離山 他的證件被蔡阿嘎認為 是最扯前五名 而有些候選人開的支票 讓他覺得可信度高嗎 台中的就說 他一到三歲育兒津貼五千塊 另外的就說 我零到六歲 大概兩千塊 快哥跳出來 我生育津貼 直接伸出來給你六萬塊 說生小孩給六萬的 是台中市這一位 市議員候選人游金龍 他也是台中科大 教會計財管的老師 舉出數字 說自己提的生育津貼 可不是亂扯的 市場每年生育是一萬八千人 如果我們給他六萬的話 我們大概花掉十億八千萬 目前拖一條龍 就護掉一年要護掉1.5萬 這樣子的話 新增加八億一千萬 我們才增加了0.48% 九合一選舉倒數 這選舉公報也陸續計達 網紅幫忙檢視證件 選民自己在投票前 也別忘了翻開來瞧一瞧 TVBS新聞 陳淑嫻台中采訪報導